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受影响是一个现在蛮有争议的一个作家,叫Ain Rand 哦,源泉,Fountain The Fountainhead,这个作家,我看了他所有的书 真的,你喜欢他呀 还有不止一遍 他对那种个人的尊,就是强调特别强嘛 没错,极端个人 他就是一个理想,也没有错 就是你每一个人要负责你个人的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你不要找借口 你不要把你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可是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社群会瓦解的 对,还有真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其实有意的在疫情期间呢 我就是在翻那个书房里的书 然后我真的看到了那个源泉 我其实再读一遍 我会觉得现在网络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个人能够展现到极致了已经 我觉得他如果现在还活着 看到现在社会他会吐血 会的,你刚才说你像你在从蛋糕里到到这个像到八宝 从蛋,从可以到八宝里 就是怎么发现自己的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困惑 我不知道是怎么来了一个意念是我想当医生 然后why, I don't know 所以我其实一直是 我必须得功课好,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想将来当医生 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很胖 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是一个不是很起眼的一个男孩 那个时候用美国方式量是无耻 可是我那个时候已经230磅了 然后呢,同学这些方面也会有歧视 因为孩子是挺残忍的 其实孩子,你只要看Lord of the Flies 你就知道了,知道吗 我很喜欢那本书 那本书 他讲出孩子的真相 谁说童年这么 我们经常说 对,你说如果人是动物 那就是小孩就是野兽了 其实,所以这些东西在你成长过程中留下来的痕迹 是几乎是你一生中都脱离不了的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困扰挺多年的是吗 其实就是一直成长的过程 但是这个在所有这么多人说你这么帅气的情况下 你那个终于小时候那种胖胖那种 那种记忆还是会出来困扰你吗 倒不会 可是问题是什么 是我会觉得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 因为我还是同样一个人呢 我在前几年我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我要我有足够的资源 我就累积了一张专辑 那张专辑我就定了名字是人 human 对,human 然后为了这张专辑我就拍了一个封面 就是一个X光 就是带头部肩膀 因为我就是要强调什么 就是这个外表的这些东西 都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其实肤色 长相 甚至于性别 我们里面看的都 你分不清的 分不清的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 这个外表又是特别重要的 你比如像孟露那样的一个 他就成为icon 或者说你看到丘吉尔在抽那个雪茄的时候 那个样子 他就是一个 就这种外表 没错 无比之重要 这个image image很重要 对,它是超越所表象的一个东西的 它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定义 更深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是 可是呢 它也只是我们人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不是说在否决外表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 或者说 我不否决我的外表对于我的娱乐的这个整个事业这么多年的帮助 可是我不能把重点放在那 我们应该是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我们的思维 到底在做什么事 当然我现在也就是一个糟老头在发牢骚了 因为真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变化 我的价值观肯定不是不符合 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 对,但我的感觉是好像这个image这件事 我想变得就是 你想大陆人民穿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灰衣服蓝衣服 突然看到一个费强同学 穿了一个那样的衣服出来就震惊了这个image 是这样的啊 对啊 也是image 可是它不能成为我的一切 嗯 然后因为我我明明知道这个外表跟我也没啥关系 就是我我长什么样是我的功劳吗 嗯 也是你的功劳天天地只喝咖啡 哈哈哈 我这些年是真的 是你的功劳 对对功劳了 对对功劳 我最觉得是尽管我是一个特别胖 嗯 然后又不是特别那么受欢迎的一个 嗯 可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演很多的话剧 在 话剧里面呢 我都是演主角 一下解释了你对舞台为什么喜欢了 是不是 我就发觉那个哇 舞台上我反而是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生活进行报复 哈哈哈 对对 嗯 所以尽管我是在加州 可是死丹佛的那个泡沫 嗯 还是蛮保守的 我发觉我讨厌所有医学的所需要学的那些东西就是没有没有感觉 然后我一直以来的那个目标突然要打很多问号了 嗯 我就说真的我特别不开心我想要转演戏剧系 嗯 所以那段时间实际上你也是一个自我寻找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是 嗯 就开始做自己的自己的选择嘛对自己的决定了 嗯 我发现你就反正你就是从蛋糕到泡沫 对 一个一个泡沫一个泡沫 然后就到了娱乐圈的一个泡沫 其实因为因为我可以老实说一般的采访中我提到安然没有人会认得 只有你会认得 然后你会理解我说的话就觉得特别高兴 那就是黄埔江吗 对嗯 而且你想你父亲那代正好受罗斯福影响那一代啊 是是 你知道吗 是 这些交流其实我应该趁着他活着的时候我应该更多的 嗯 可是你知道吗人年轻的时候最不感兴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 对 对 嗯 对 他们要让你回去是吗 好那你回去休息我们我们北京见呗好好的 拜拜 嗯 嗯 啊 啊 啊 每次我都会这样呼唤你 每次这样呼唤你 因为我觉得他就像个big boy你知道吧 那个大男孩基本上就是 而且他觉得特别好特别nice 你知道人在每段时间就有一首歌突然占据在脑海里 安娜就从昨天开始 我就是我昨天在骑车我然后在走路然后我我去那个办公室有一个工作 我然后一直在听 然后 听的 就里面那气氛让我 就突然很怀念 整个时代变得从一个沉重逐渐走向轻快 然后 人和人之间 有某种羞涩 都很单纯 然后 这就跟跟现在整个的普遍的紧张 谨慎 然后 防备 形成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听的时候 我现在都不知道你说我碰到一个陌生女孩子 你说我想进入到梦里 现在会不会打呀 不得说有 对啊你说 但你说它是个很朴素的想法 就是 就是我们生活中那种朴素 消失了 就我们现在的动作非常的变形 每个人都很变形 而习惯了这种变形 而且我还幻想那些场景 当他唱首歌的时候 其实台下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安娜 Icon的作用 实际上都是在弥补 每个人内心所欠缺的那部分 渴望的东西 被激发出来的东西 而一个人可以轻易地意识到 你可以调动那些人内心沉睡渴望的东西 而且那也是一个 巨大的幸福也是巨大的压力吧 我想他那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风滚剪辑老师 要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了 太感谢了 我们以后还有剪 还有剪 反正那个 我很期待现在那个后面的 好吧 我们以后下个见 好嘞 谢谢 好 哎 怎么在放阿伯才好 对啊 先喝杯咖啡吧 最爱的阿伯 谢谢 北京怎么搞的 怎么热死了 先歇会儿 好的 听听听听听 你知道 像昨天前两天我一直在听 因为好多年没听安娜了 嗯 然后我就听安娜 我就一下就入迷了 安娜很可爱的一个 嗯 就是一个小故事 就是那种 特别 特别有那个时代的那种纯真 因为我最早学的是戏剧嘛 所以我尽管我再唱一首歌 我也是把它做成一个短片的一个剧情 这是脑袋是有画面的这个画面 我每一次唱我就会有 嗯 可是我去了美国回来之后 这首歌我再也没唱了 因为时代的感觉都变了 时代感觉变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不好意思唱了 我已经我已经太年纪太大了 你们唱 但是不是再过再过十年又会想回来啊 No 永远不永远回不到安娜 OK 肯定回不去的 那一把火的画面是什么 一把火的画面就是一个 其实我不应该把它定的那么死 因为每一个观众听这个歌都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不把我的画面说出来 强加给他们 对 我不要我不想要任何人听到这首歌 想非想唱这首歌是 No 嗯 我要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画面 嗯 那比如说要演周王 我就到这看呢 他最初提议的时候 propose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是什么反应 他第一次跟我打电话给我 非老师我有个剧本在这里 我想给你看看 我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让我看 嗯 我就看完了整个剧本 我就想天哪 这个周王这个角色太好了 嗯 我又不敢跟导演开口 这个问题很很要命 嗯 我不想让他必须得拒绝我 嗯 他不让我演我完全会理解 嗯 然后他说你有兴趣参与吗 因为我说他就说我们可能这个工作 我时期会长 嗯 然后我说没问题 我说我说导演你你你让我演什么都行 随叫随到 嗯 然后他说我想让你演周王 这个时候我就不客气了 嗯 我就说那导演呢 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季州城嗯 第一场戏 苏护就不认他儿子了吗 嗯 原本剧本是我就当场就把苏全校就杀了 嗯 然后所有的质子在马上看着 我就跟导演说如果你你让我演我会觉得这场戏 你应该改成我跟他说你要做我最勇敢的儿子 嗯 他懂得他必须做什么嗯 然后他自己下手 这样子更恐怖嗯 更能一下子体现出来这个周王的魅力嗯 还有他对于这些质子们的控制嗯 有多强 我故意的这个时候我一定把这个赶紧说 要不然这个机会就跑了 对 然后导演一听了 嗯嗯 我后来到了青岛他就把剧本发过来说啊 这是我们最新的那个现在新的 改了 对了啊我就得到一种信息就是什么 沃尔山他是 他的做法是开放很开放 嗯 嗯他的性格的什么部分让你觉得特别过瘾就是你挺挺希望有那样东西的 我觉得他最过瘾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没有顾虑嗯他没有任何顾虑 我其实一般都是比较保守因为人总要有退路了我不能那么 就他对后果是不敏感的某种医生他根本不管任何人连他身边最最亲的人所谓亲的人嗯 这种人有没有心里属于亲的人还真的要打个问号嗯 嗯 这不一定是我的性格可是我能够理解嗯 嗯 全部存在荧幕上了嗯 所以我这是最关键的 他永远永远 嗯在荧幕上了 现在能永恒的事情 太少了 太少太少了 嗯 嗯 做王这种人他们是对权力那种欲望 你觉得你自己内心的最强的欲望是对什么的欲望 吃 哈哈哈 我是很很想吃 撑着为了那个死红毯 我都不能吃 我就我我第一脑子想到就是吃 我是这是我的职业 我如果不做这个了 我绝对是个特马 哎 你北京